早上好啊 我们现在在海南的万宁市 咱们昨天住的酒店 看一下窗外 这是万宁的街道 我们今天准备往穷海文昌那边转 把东西放进去 它这个前备箱也是有密封的 你看 这一圈 是有密封的 就是东西放进去不会脏啊 而想的是上面有空隙了 其实它是不会脏的 万宁市今天下了小雨 下雨了 怎么换司机了 我们今天准备去港北镇 从万宁到港北镇 万宁的街道 万宁的市区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反正万宁的 比较出名的地方都在周边啊 一个石梅湾 一个星龙 我们昨天也是 只是到市里面来住一下 我们上高速了 咱们昨天晚上没有充电啊 现在是45%的电 150公里 今天应该够用了 我们昨天开了一天 吹了一天的空调 也就用了50% 今天用到晚上一次给它充满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万宁市下面的一个镇 叫和乐镇 我们去逛一下这边的吉茂市场啊 听说这边的螃蟹特别好吃 和乐吉茂市场 进来了 现在是几点 11点半 午饭时间了 我们每次来逛市场啊 都来的特别晚 啥也没有 都收摊了 水产区 没有几个摊位了 哦我看到螃蟹了 刚才抓上来的 300鱿鱼要吧 多少钱 多少钱 刚才我自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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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抓到了 星星好 这个呢 和乐鲜 和乐鲜多少钱 60 60一斤 和乐鲜有的呢 你自己抓 抓这个鱿鱼 这个多少钱 30 30 30 鱿鱼 那个冰冻 那个冰冻 我比较喜欢吃鱿鱼 多少钱这个 多少 多少 40块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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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和乐鲜 40一斤 我是不太懂 反正问了两家 各种高点 我们先踩个点 这边的海鲜不错 因为我们现在 所有的露营装备 还有餐具造具 全在飞渡车上 我们现在买了也做不了 我们一会看看 这个镇上 有没有吃县城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合适的话 我们在这吃也行 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时候 把飞渡车开过来 来整行一顿 野外海鲜和乐鲜 我们现在去码头上转转 看看螃蟹的码头 听说这个和乐鲜好像是养的 不知道 看看这个螃蟹 生活的那片水域 这边这一条街都是卖海鲜的 中石化 这海边有个中石化 你看你看 这个是给船加油的 海边加油站 这船加一箱油 估计也不少钱呢 和乐鲜就产自这一片内海中 这一片海域有很多渔民在这里养殖 这里也是一个天然渔港 叫港北港 这边的海滩没有被开发 这里的海水很清澈 沙滩也很干净 就是没有路 车子无法开到海滩跟前 要是越野车来这里 应该会很好玩 是一个海边露营的好地方 这就是港北村的全景了 这里面的一片海域 就是产和乐蟹的地方 也是渔船的避分港 这一座大桥马上就要完工了 以后两岸的居民再也不用绕路了 或者坐渡轮了 创作视频不一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点赞评论 多发发弹幕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们的支持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感谢大家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收藏这个自家游系列的合集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期的视频了 本次自家游系列视频 你采用4K60帧HDR的制作规格 如果您的设备支持HDR显示 那么我建议你打开HDR模式 也可以通过TV端 或者投屏到家里的4K电视上观看 这样观看效果更佳 祝大家观影愉快 这条街是不是就是 港北的海鲜美食街 这就是渔民的家 你看 这是渔民的家 这不是店 这都是家 这房子这是 看到里面那是家具 你看 坐在里面看电视 出门 上船捕鱼 喝了海鲜酒楼 看看这边有没有吃喝的鲜饼 这边有卖海鲜的 嗯 这个还混呢 这个咋卖啊 老板 这什么鱼 这是海鲜收购点不卖啊 这卖吗老板 这个卖啊卖啊 多少钱啊 这个这个 墨鱼嘛 墨鱼三十 三十一斤 对三十一斤 我这个鱼的嘴这么小吗 咱们来海南逛了这么多的码头啊 就这个码头我感觉最热闹 鱼货最多 虽然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但是我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早晨的时候绝对热闹 繁忙的景象 这个码头跟前有一个吃海鲜的店 咱们进去看看 这个合了些的价格 跟市场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呀 市场里卖四十元一斤 这里卖两百 有什么区别吗 咱们还是自己买着做着吃吧 感觉这个价格实在是差的太多 我们刚刚一路转过来 这个码头上卖的海鲜都特别便宜 这个店里面确实有点贵了 这里有几个卖小吃的 我们现在在这吃点垫点 我们中午去博熬吃饭 椰子多少钱 三块 三块 这么便宜 要来一点还是那一点 随便都可以 三块钱的椰子 就坐这吧 嗯 哎这个三块钱的椰子巨甜 你喝一口 真的 这是我喝过最甜的椰子 来海南以来 而且这个椰子感觉就是那种清不良里面 那个椰奶的味道 浓浓浓的 肉粽不给你尝 好好吃 嗯 好大一块肉 再来一块肉 哇 这个粽多少钱 七块 这我吃过最好吃的粽子 我吃过最好吃的粽子 嗯 嗯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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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当地的生活就是 坐在海边找一个小摊 喝个椰子吃点小吃 吹吹海风 完美 鸡爪骨 啊 鸡爪骨 鸡爪骨 这呢是都是在等船啊 看来特斯拉加速太快了 一个底板垫掉了两公里去 离开了港北港码头 我们继续沿着西线环岛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青湾燕子洞景区 在网上看到这边有一个拍照打卡地 挺漂亮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里暂时不开放 所以呢我就飞无人机进去看看 从无人机上看这边还挺不错的 环境很好 海水很清 那个打卡拍照点就在山下面 可惜我们看不到 到这个距离已经是飞机遥控的最远距离了 只能无奈返航 这个车的操控是真的好 重心低 悬挂还挺硬的 咱们现在电量只剩下不到20%了 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地方充个电 我们现在来到了琼海市的不凹镇啊 这个不凹镇特别漂亮 非常美的一个小镇 这边现在是马上要开不凹论坛了 这是一个充电站 可能是因为疫情再加上不凹论坛 这个充电站始终不抬杆 我没有办法进去 无奈只能换一个地方充了 马上到不凹湾了 不凹湾海滩也挺好看到 哇 感觉要下雨 明天可以看一次下雨的海滩 我们到这个博鳌湾了 博鳌湾挺美的 浪很大 一会儿啊要变天了啊 要变天了 博鳌湾的浪好大呀 这是博鳌的滨海街 这两边都是酒吧呀 海鲜呀 你说特别文艺你看 都两边都是这种吃海鲜的小店客栈 哇塞 这环境真太好了 这条滨海街 我觉得是我来海南以后 最美的一条滨海街 哇好 这块的滨海夜林真的是 我来海南最美的一块滨海夜林 哇 这是一块房车营地啊 变天了变天了变天了 人都走了变天了 有一点吓人了 这有一片地方 然后那边停的有房车 这一片是停房车的吗 这一片 变天了变天了 雨越下越大 走了走了走了 雨越下越大 咱们在海南赶上了一回大雨 咱们在海南赶上了一回下大雨 这边是博鳌的小区 开发的度假小区 这边是碧桂园的 这边有好多正在开发的楼盘 博鳌这边的海滩我觉得都特别好 不要我们下不去 我们沿着海岸这条路开到一个海边 这边 这个地方叫新日红石滩停靠点 当地人在那个石头上抓什么东西呢 博鳌这个沿着海 这个一趟海洋线啊 也有很多这种楼盘啊 我们看一下他们在抓什么 这个石头还挺漂亮的 哇好多这种小蜗牛哎 对吧 还有壁壳 这个石头上有好多这种小水坑 我跑去 我在里面 那 那 那 在这在这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有个大水坑 水好清啊这个 我们现在来到了谭门港 谭门镇的谭门港 今天天气不好啊 街上没啥人 这会大好吃的 哦 谭门海鲜市场 转转 海洋不行接 有呢 有呢 这小商小贩是不是都在了 逛一下谭门海鲜市场 这个雨时大时小 这会儿又小了一点 咱们就来逛一逛这个谭门海鲜市场 这个市场好啊 他不下班啊 现在都5点了 还这么多人 闻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蟹 不知道 这是什么 不知道 这是蟹啦 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 一个球球 我就是这个东西 啊 海胆 这是海胆 这么大 啊 星星蟹 星星蟹 这个红海虾 这个黄蟹 这个蟹好处 180给你的 刚抓上来 又缺氧了 哇 这个蟹好处 真的 因为它又缺氧了 那时候还是活的呢 哎 还在动呢 哎 快没有 还是脚在动 那个是啥东西班吗 对 东西班 95 这龙虾都是 外地的 这条鱼咋没 这叫什么鱼 801的 大的石班多少钱 33 33 33 这是什么蟹 面包蟹 这面包蟹 多少钱 38一斤 38一斤 这很好吃的 那我们买的 我这是啥 这个石头蟹 石头蟹 我长得跟石头一斤 哈哈哈 海胆6块 6块一个 买个蛋了 海螺还不如买杆了 用那个果果肉 什么呀 那杆的不好吃 120 130 这只 130 这个就不是 咱们把拔拔那个里面的鱼吗 嗯 对对对 不知道 这个鱼多少钱 这个45年鱼 这一条鱼就只了两个鱼 不是 这个 这个 是个大的鱼 啊 这鱼就是鱼 鱼有了 螃蟹有了 八爪鱼可以吹等 这个市场旁边有一个海鲜加工 我们来这个海鲜加工来加工一下 不管是什么都是二串也一 那就一起腰吧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给力哦 来这里加工的话一斤收二十 我们总共是七斤的东西 加工费是140 咱们今天这顿饭得400了 看刘萌萌的脸上被这边蚊子咬的 来数一下1234567 耳朵上8 这半点脸就被咬了8个 9 这边蚊子太厉害了 我看看胳膊上 你看胳膊上 哦天呐 他叫你吗 然后就是他的爸爸 对对对对 刚才我们买的就是这条 就是这条鱼 他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 哦第一道菜面包蟹 吃吧刘萌萌你要吃的 你不是要吃螃蟹吗 快吃吧 挺香的闻着香 老板说有些人吃这个会过敏是吧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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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包蟹的壳是真的硬 没有工具不行 哎呀 这螃蟹把人吃的着急 这个茜子里的肉看看 我的天呐来来来 我们买的那个鱿鱼也太大了吧 130块钱的一条鱿鱼真的好大呀 只瘦好多呀 满满一盘 嗯 好吃啊 孩子这个吃起来过瘾 那个带壳的太麻烦了 用这个虾米饭 我可以吃好几碗 我可以吃好几碗 嗯 好吃啊 嗯 好吃啊 海胆来了 喝吧 海胆拿我来我看 一会儿再吃 好 这个鱼来了 这个鱼叫什么名字 尼姆 我感觉海鱼的味道都差不多 我是吃不出来 反正挺好吃的 尝一下这个海胆 嗯 有些食番鱼不是野生的 有些是痒的 这个鱼绝对是纯野生的 给它长的那样子 就是那个海鲜市场里面 有些鱼是养殖的 有些鱼是进货的 就是海南这边 不是所有的海鲜都产 你看龙虾那些绝对是进货 这条鱼啊 不是特别大 但肉也不错 然后那个螃蟹呢 就吃着玩的 没啥东西 主要吃肉还得吃这个 但是这个确实有点多了 感觉不一定能吃完今天 刚才我看这条八爪鱼的 个头不是特别大 但是做出来这么大一盘 现在因为一只脚的肉 妈给它拔掉了 我不吃你吃 你都塞到嘴里了 你给我吃 你咋 我以为这个八爪鱼 做熟了会缩水啊 其实是假装 因为在咱们新疆 买的那种冻货啊 就买回家这么大的 就是一缩就没多少了 但是这个太扎实了 加油吃 海胆特别好吃 非常的鲜 那三个菜都吃完了 就是这个鱿鱼 来咱们排个名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海胆 他们俩认为这个鱼最好吃 这个鱼确实也挺好吃的 这个鱿鱼吃不完了 打包吧 吃完了加工费170 包括餐具啊这些东西 再加上买海鲜 这顿饭花了400多 大概450左右 这个比较硬 要有脚筋 可能太会吃的话 觉得是 呃 老的 还是什么 本身就是这样 特别有脚筋 走我们去这个 这个里面转转 这个街这个里面转转 这个船漏了这里 从里面走进去 从外面走回来 就这个地方以前是产大蚌壳的 就是那个 孙悟空里面的那个蚌筋 吃饱了 我们散一散 下完雨之后感觉挺凉快的 这条路好美啊 我们在这里散一散 六六十 六六十 吃撑了 对面的房子都很漂亮 对面的房子很漂亮 蚌子来了 快撤吧 走了 现在还有8%的电 我们去找个地方充电吧 可能开28公里 导航一个最近的充电站 看一下还有3%的电啊 然后咱们来到了一个充电桩 幸亏啊 幸亏 最后3%的电量 胆子也是够大 敢开到还剩最后一点电才充电 其实在海南充电桩特别多 特别好找 这个机子 动静还蛮大的 开始冲了 OK充满了 总共充了45度电花了25块钱 25块钱又可以跑345公里 棒 好了 我们来到了琼海市 这是我们在琼海住的酒店 主题酒店 我以为你等他叫啥 你能管家 拜拜 这个酒店不错哦 装修的非常的干净 非常不错这个酒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